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講講有土耳其媒體說 西方要知道他們的舒適區應一去不復返 另外俄羅斯總統普京又再出招俄羅斯的遊戲項目 改用人民幣向日本股東分發紅利 俄羅斯總統普京除了在戰場上進擊美西方之外 起金融世界也大力反擊,其中一招就是去美元法 6月15日,他日本經濟新聞社說 日本實施經濟制裁,禁止金融機構接收和俄羅斯有關係的美元 俄羅斯近日就說要作出項必要改變 已經使用人民幣支付日本有股份投資的薩克林一號和薩克林二號遊戲開發項目的日本企業股東向他們分發人民幣股息 其實今年以來貨幣領域已經有很多大事件了 中國和巴西簽署了建立本幣結算的合作幣網絡 而阿根廷又宣佈期望日中用人民幣支付 而國內都有手單以人民幣結算進口液化天然氣的採購交易 與此同時,很多中東國家也都開始對使用美元以外的貨幣結算交易 持開放的態度,多國政要和商界更加不斷地談去美元化的議題 據日經亞洲指出,即使日本人不習慣用人民幣結算 但人民幣結算交易在全球範圍上升的趨勢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俄好衝突後,包括金融領域裡西方對俄羅斯發動一系列制裁 並且將俄羅斯排除美元結算體系之外 這個做法有反作用,正在危及美元的霸權 美元的市場份額正在一步步被吞噬 日經亞洲是這樣說的 在受到制裁之前,俄羅斯大約每年每兩次通過新加坡的一個銀行帳戶 向日本股東以美元支付沙林項目的股息分紅 然而,偶充力爆發之後,制裁措施基本上將俄羅斯排除美元結算體系之外 金融機構如今都不願意與俄羅斯進行有關美元的交易 去年,俄羅斯政府就成立了新公司來管理這個位於遠東地區遊戲項目的權益 雖然當時一道傳聞會取消日本股東的股權 但結果並沒有成事 而這個新成立的俄羅斯公司實體就說 他們會改變股息支付的方法 當時也沒有具體說明會用哪些貨幣來支付股息 到今年早一點,俄羅斯實體就創建了一條新的匯款路線 用於支付沙哈林項目的股息分紅 直到最近,日本媒體終於證實 俄羅斯其實是用人民幣向這項目的日本股東支付股息 據說,相關交易是由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運公司旗下的子公司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銀行操作的 這個俄羅斯的新實體通過於日本的大型銀行設立人民幣帳帳戶 然後再向股東三井物產和三菱商市 支付了等值100億日元的人民幣股息 報導說,日本的薩哈林石油天然氣開發公司 持有薩哈林一號30%的股份 這些股份由日本經濟產業省和日本商市的共同持股 至於薩哈林二號俄羅斯在俄羅斯衝突後 日本政府決定保留日方在這個項目的股權 日本三井物產和三菱商市在這個項目中分別持有12.5%和10%的股權 而另一家外資股東鶴牌公司已經宣佈撤出 日經亞洲的報導中特別指出 事實上人民幣並非日本人所喜歡的結算貨幣 但是以人民幣計價的交易 當前在全球範圍中已經出現上升趨勢 而俄羅斯的實體只用人民幣支付股息 作為股東的兩家日本公司也無法拒絕 除非他們不收息 日經亞洲還提醒 由於西方對俄羅斯制裁 人民幣交易正在增加,尤其在俄羅斯 據俄羅斯央行的資料 今年3月有人比俄羅斯外匯交易當中的份額 升至39%的創紀錄高位 而美元的份額就降至34% 日經亞洲直指 將俄羅斯排除美元結算體系之外的制裁 正開始危及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 這樣就有利於中國 而英國對沖基金 EURSON SLJ Capital的分析就說 9年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所佔的份額下降速度 是過去20年平均速度的10倍 根據匯率波動進行調整之後 這個基金估計 自2016年以來 美元已經失去了達11%的市場份額 美元在全球官方儲備的份額 已經從2001年的70%下降到58%左右 作為21世紀開始的時候 仍然是無可爭議霸權儲備貨幣的美元 它的份額現在就逐步下降 今年5月 俄司總統普京 在歐亞經濟聯盟封會上說 國際金融領域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 我們正推行一項政策 減少不友好國家的貨幣 在商戶交易中的份額 並且計劃擴大他們和包括歐亞經濟聯盟在內的 世界各地合作夥伴的活動 要完成向本國貨幣交易的過渡 可以這樣總結的 第一 俄羅斯被美國制裁 難以使用美元 俄羅斯當然會受損 但是他也拉著美元去陪葬 第二 普京接連出招 之前俄羅斯已經宣布 改用人民幣交聯合國會費 如今又用人民幣交給日本合作能源項目股東的股息 這樣就大大增加了人民幣在國際上的使用場景 第三 現在美元的霸權不斷被侵蝕 正如日經亞洲說 通過石油美元 美國得以建立霸權 這是由美奧總統尼克遜 在上世的70年代 擔任總統時候引入的 目的是獲得全球經濟的影響力 但是 如今隨著西方對俄羅斯發動制裁 很多國家都擔憂 和美國發生衝突的時候 持有美元會不會有問題 美元的霸權開始受到威脅 另外也想說說西方的舒適區已經一去不返 據土耳其每日《神報》網站 《起路》13日刊登一篇題為 西方必須承認 舒適區已經一去不復返的文章 作者是土耳其 伊斯坦布爾 梅迪波爾大學的教授阿爾肯 他主要是這樣分析的 《起路10世紀90年代末》 即冷戰結束直近10年之後 當時對全球化2.0模式下的 單極世界的流行信仰系 《起路11世紀》 世界將迅速朝著一個以改良 包容和可持續發展為中心的未來 實際上 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 曾經很多人相信上述的看法 相信有一個平靜的氛圍 西方國家落於享受 在舒適區裡面的平靜 但卻沒有將意識放棄 全球經濟戰略體系 將會經歷全方位的重組 同時 他們對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 將會上升的新國際環境 一無所知 美西方只在自己的舒適區裡面運轉 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 暴露了除了美國之外 歐盟委員會和歐洲央行 也都受到極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所影響 有運轉不靈的結構 阿爾肯說 雖然德國比較輕鬆地度過這個危機 但法國比利時、荷蘭、奧地利等國家 面臨嚴重甚至深重的困難 中東國家也都遭遇著嚴重的麻煩 緊接著伊斯蘭國組織 抄襲了恐怖襲擊 震驚已經有很長時間 沒有遭遇非人道行為的歐洲 阿爾肯說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 之後的恐怖活動激增 以及隨後的新冠疫情 和俄互衝突 突顯了一個西方在14年之後的今天 必須承認的關鍵認識 曾經以為的舒適區早已不復存在 這些事件的綜合影響 分碎了安全和穩定的假象 突顯了全球接受這種新現實的迫切性 阿爾肯說 在過去40年發展中國家面對同樣的現實情況 他們一直積極地爭取進步 時刻意識到並不存在舒適區 始終準備勇敢地面對威脅和挑戰 自關重要的是西方國家需要認識到它已經失去了自己的舒適區 必須和主要的發展中國家展開更有力的合作 聽完一個土耳其教授的分析可以這樣總結 一、土耳其是歐盟國家也是伊斯蘭國家 他們比較容易醒覺知道西方舒適區已經消失 第二、美西方的舒適區的消失 其中一個原因是過去錯誤地針對伊斯蘭國家結果遭到反誓 第三、美西方舒適區的消失的另一個原因是自己停滯不前 結果像中國這樣的新興國家迅速崛起就挑戰到西方的霸權 大家好 石榴台已經簡化了訂閱的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費訂閱石榴台更方便 我們都優化了視頻播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都可以看得流暢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181-3890 或者用畫面上的地址發電郵給我們的 石榴台有很多獨家的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石榴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榴台 希望你們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榴台 多謝大家 至少 至少